第四个小题 小A小B小C小D和小E五名同学参加跳绳比赛 比赛前呀 每两个小朋友都要握一次手表示友好 当小A握了四次手 小B握了三次手 小C握了两次手 小D握一次手的时候 第一问出现了 想问当在这个时候小E她握了几次手 好了第二问在这里 最后这五名小朋友一共要握多少次手 来吧题目已经读完了 那屏幕前面聪明的你 愿不愿意先暂停视频 自己动动脑筋试试看呢 怎么样搞定了没有 太快了啊 这个小题呀 有一些宝贝非常的聪明 其实我们会发现 来假想一下 如果乐乐老师现在要跟你握手的话 我主动伸手 表示友好 你也把手伸出来好不好 我们这叫握了一次手 对不对 说乐乐老师 我特别主动 屏幕前面的宝贝们 你把手伸出来 如果你先伸出手来 乐乐老师再伸出手 跟你握手的话 那好了 这个呀 它同样也叫做一次握手 请你记住 跟谁主动伸手 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小题呀 第一问特别容易出错 所以接下来呢 跟着我共同来看看 本题你做的究竟怎么样 来吧 身体要点 注意了 我起个名字 就管它叫做握手问题 思路分析 握手问题呀 跟我们原来讲过的 属线段的问题 非常的相似 所以我的思路 那就是类似属线段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 刚刚已经提到了 有五名同学 这五名同学 我啪一拍 好吧 那就把它们拍成了 五个点了 你看 A B C D E 你明白 然后宝贝们 注意了 我就按照人家的题目要求 连连线就行了 你看啊 说当小A握了四次手 很显然小A要跟谁握 这是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没错吧 A再看 小B握了三次手 请你注意了 这个地方已经叫做握一次手了 那么剩下的两次跟谁握呀 不太清楚呢 咱现在不着急 好吗 A你注意了 他要握三次手 这已经握了一次 那还有两次跟谁握 不知道呢 来 我们继续往下 小C握了两次手 哎 好嘛 小C现在已经握了一次手了 那 那一次手跟谁握的 好像也不清楚 没关系 放一放 而这个小弟握一次手 哎呦 好家伙 小弟握一次 这就已经怎么样了 对的 停止了 不能再握了 所以你看看 那我就清楚了 刚刚那小B握了三次手 是跟谁握的 这儿是一次 这儿是两次 由于小弟这儿 已经完成了一次握手 所以下面 他要跟他握吧 对不对 好的 那你看同学们 这个图我是不是就画完了呢 检查一下啊 你看小C握了两次手 没错吧 哎 然后小D握一次手 问的是 四十 嗯 小E握了几次手 小E在这里呢 正确的按 搞定了 几次呀 两次吧 对吗 好的 所以这个小提同学们 特别容易出错 在面上班 有的宝贝 想都不想 注意了 直接写个四次 人家说了 当这个时候 这个小E握了几次手 所以一定要认真审题 来吧 那你看看 对的 把每一部都写清楚 图画完了 那你注意 这个小提自然就搞定了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 哇哈 第一问已经搞定了 对不对 好的 那第一问说完了 我相信大家呀 这第二问一定不会出错 为什么 请看这里 把这五个人一拍 仿佛是五个点 我们只需要数一数 这当中的线段条数 是不是就行了 对的 那你看看 人家问的是最后 他一共握了多少次手 好了 那同学们 来吧 你可以用打枪法 诶 这是四加三加二加一 可不可以 可以呀 那你看 可以用打枪法去做 对不对 那当然了 同学们请记住了 我们也可以数一数 这当中的基本线段嘛 四加三加二加一 好吗 诶 注意了 这个呀是乐乐老师 给大家提供的第一种方法 那当然了 今天我再稍稍的拓展一点点 看一看哪个宝贝好厉害 能够呀 把乐乐老师 我的第二种方法也掌握 请看这里啊 我当看一个人 比如说随便找一个 小A 你会发现他要与别人握几次手 四次吧 对不对 那小B呢 同样道理 当看这一个人 他也要跟其他人握四次手 对吧 那每一个人都要跟其他的四名同学去握手 所以呀 要我四次手 一共有五名小朋友 所以我用四乘以五 但是啊 老师又说过 诶 握手问题 与谁先伸出手怎么样 没有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呀 这当中肯定有重复算的 那由于重复算了一次 所以我此时除以二 宝贝们算一算 四五二十 二十除以二 怎么样 诶 是不是我们也能够得到问题的答案呢 诶 好了 那这个小题先说到这 来吧 徐老师点睛 请大家注意了 以后呀 你遇到这种握手问题 或者是那种打电话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 诶 同 找线段 诶呀 用类似的方法去做 很快就能够搞定了 怎么样 这个小题 你听懂了吗